为了让刚到异世界的李英成为独挡一命的勇者 女神竟让她独自一人讨伐S级魔物巨人之王 这人狼一体三刀流锁龙剑了都连连叫好 不久之前男主接到了来自兽王的委托 ケルビン君にお願いしたい依来があったんだ ギルド長の特別依来ですか それとも 重国ガウンの女王レオンハルトガウン様からだよ 真没想到S级升级测验的内容竟然会是一国之王的委托 于是男主一行人驾驶马车来到了精灵村落 在这里他们见到了村落的长老内尔拉斯 可当长老见到爱菲露的那一刻 他错把爱菲露当成了已经逝去的族人路米露 原来大约在二十年前 精灵村落遭遇了火龙王的袭击 为了拯救村落 鹿米露挺山出 他请求火龙王把他的怒火 发泄到自己一个人身上 以此放过其他的精灵 火龙王答应了鹿米露的请求 并以他新娘的名义把鹿米露带走 自那之后过了几年 精灵们才在森林深处发现了鹿米露的遗体 众人猜测爱菲露可能是鹿米露和火龙王的女儿 但女神却说不可能 因为只有人类和精灵结合才能诞下混血精灵 若另一半是龙那血脉浓度就太高了 爱菲露的母亲是鹿米露应该是没错 但父亲是谁却不得而知 经过这小小的插曲 众人开始对此次的委托任务展开了讨论 直到晚上 一群士兵带着魔物大摇大摆地向精灵村落走来 但男主等人早就在他们到来之前做好了准备 前来的魔物和士兵三两下就被他们打得溃不成军 在后方坐镇的副官践行是不妙 吹动号角使出了他的杀手锏 伴随着声音的传出 S级魔物巨人之王从森林某处出现 而为了锻炼李英 女神提议让李英独自一人讨伐巨人之王 于是李英配合影狼使出三刀流一招把魔物击倒 可没想到巨人之王还有第二形态 只见巨人之王身上燃起熊熊烈火 最本的人自哇 于是剩�оны有没有关心 去命尔阁 居尾 这 każ的鹤子一手 冲生的 ugly 他的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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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门 我做了 我做了 我的髦都 我做了 所以我做了 你也做了 リオン 我能不能攻撰 是的 我能把這個短期間 是我的力量 是 我來 但是 我猜 我猜他想說 我猜他 不想像是有的 你不想找到 你不想找到 你不想找到